大爱之声合唱团 我们欢迎苏团长 感谢各位贵宾 今天来观赏大爱之声合唱团 成立第17年的演唱会 大爱之声合唱团 是在民国84年成立的 到今天已经将近满了17年 在这期间我们很荣幸的 由我们的朱元磊老师 以及张书涵老师 一路陪伴我们走到现在 当然我们还是更感激的是 所有观众以及朋友 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 在此我特别要向 以下的 第一个是旭家联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陈德伦 王凤祥 董事长康立 利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廖炳龙董事长 精美增值股份有限公司 林布高总经理 志冠企业有限公司 谢志良总经理 团务顾问 江静泽先生 还有就是我们音乐会主持人 李迭飞小姐 吴力造小姐 顾传玉小姐 陈嘉珍小姐 张明小姐 游佩玉小姐 吴嘉燕小姐 游南英小姐 李中方小姐 以及刘慧美女士 谢谢你们对我们 从过去以来 一直的支持与鼓励 让我们能走到今天 我们也希望 今晚最好的歌声 来展现给各位 有一个音乐的盛宴 谢谢各位 各位看到 在我们台上的团员们 都经过了十多年的历练 当然还有一些团员 在外头招呼大家 那无论如何 大爱之声 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团体 在这里我们练唱 同时也结交朋友 在我们今天 所准备给大家的曲目 共有四个部分 在第一个单元是展现 合唱团实力的 这个宗教歌曲的单元 在这里我们安排了 四首歌曲 第一首Ave Verum 是圣体送 第二首愿主赐福保护你 是我们经常在一些 喜庆或者是家里面 有聚会的时候 我们唱着来送给 我们的亲朋好友 希望上主的爱 能够照耀在你的身上 也希望上主的福气 恩典喜乐 也都与大家常在 第三首《信经》 所涌唱的 是对于上帝爱的信念 信仰 还有我们希望 要这样的一种信心充满 让每一个人都得以 坚强地走下去 第四首 When the trumpet sounds 当小号声响起 那么也是一首非常好听 而且是有难度的宗教歌曲 在这些宗教歌曲当中 我们可以听到四个声部 他们彼此的和谐 的这种和声 也是唱合唱的人 最喜爱 最享受的一种和谐之美 因为一个人唱 只有一个声音 如果众人唱 也不过是其一声音的话 那就不如有众多 不同的和声 不同的声音 加在一起 却是这样的和谐美丽 这就是 和唱所带给人 最大的启示 也是我们在 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希望有各个 不同的 种族也好 族权也好 或者是不同的兴趣 信仰的人在一起 都能够和谐 和乐地成长 下面我们就要邀请 我们今天的 彭梦贤老师 来指挥 《大爱之声》演唱 第一个部分 宗教歌曲 我们欢迎彭梦贤老师